当我家节快到了应景粽是送礼最佳的选择之一 而花令市长魏嘉贤最近就向黎明庇护工厂购买了一批肉粽送给施工所的志工 感谢他们在工所服务的辛劳之外 也特别向大家推荐黎明庇护工厂制作的XO粽 因为疫情的期间不少社福机构的庇护工厂营运也大受影响 也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 黎明庇护工厂的员工把124份总共992颗粽子送到了花令市公所 工厂主任钟金廷表示 黎明庇护工厂过去做的是古早味肉粽 今年特别制作XO酱提味的肉粽受到广大回响 我们黎明今年除了跟往年所制作的古早味肉粽之外 我们也有XO酱的一个礼盒 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市长这样的一个支持我们 那我们今年也很 也非常荣幸这样的一个肉粽礼盒 做到大家的欢迎 那也达到15000颗的肉粽这样的一个贩售 那也更感谢大家的一些对黎明庇护工厂的一个支持 市长沃嘉贤特别选择社福机构的产品来当作礼品 除了感谢志工辛劳也希望可以帮助社福机构减少疫情的冲击 最近我们很多的社福机关 不论是面临募款的部分还有防疫的工作的部分 都格外非常辛苦 那我们在这一次在端午节的前夕 那我们也跟黎明的庇护工厂购买了一批的一个肉粽 将近1000颗 那我们打算把这些肉粽送给我们长期在花莲施工所服务的 非常热心的志工伙伴们 那也希望他们能加解愉快 那更希望说把爱心来传递出去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庇护工厂还是一些爱心的团体 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经营非常非常辛苦 那我们藉由此机会也帮忙他们做相关的行销跟宣导 那我们更感谢我们所内的相关的一个志工伙伴们 长期以来不论疫情的状况如何 都坚守岗位帮我们民众来做相关的服务 在此我们也谢谢所有为花莲付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大红色礼盒包装相当讨喜 XO这样的口味粽子更是让人期待 市长鼓励大家过节采买 多选择社福机构商品 送礼又能够做公益 一举数得 借了会欢事报道